中国简报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独家分析,秦刚是谁?秦刚,1966年出生于天津市,1984年考入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毕业后,秦刚长期在外交部负责西欧事务的部门工作。 或许是因为长相周正,举止得体。秦刚于2005年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外交部发言人,并于2011年升格外交部新闻司司长。 2015年,秦刚转任外交部李宾司司长。由于工作的一项主要内容是负责管理国家对外礼仪和典礼事务,秦刚得以在习近平的外事活动中像向导一样随时左右,二者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关系。 其后,秦刚的仕途发生了火箭般的篡声。2018年升任外交部副部长,2021年担任驻美大使,2022年底升任外交部长,2023年担任国务委员。短短7年时间,从李宾司的司长升为副国级的领导人。 仔细比较王毅和秦刚的简历可发现,前者在外交系统资历丰厚,后者资历相对单薄。前者与习近平没有信任关系,需要通过业务上的过度表现,去表达忠心。 后者与习近平有一定的信任,前者已经离开了外交部,与自己在外交部的人马首尾不能相连,后者提拔太快。建立自己的亲信团队还需一个过程,前者身上已经打上了深深的战狼烙印,出现在未来的历史教科书上,后者的形象可塑性还很强。 事实上,从秦刚接任王毅的外交部长短短几个月的表现看,二者在战狼这个问题上还是有差别的,或许这只是外交工作暂时的收缩,或许是永久的改变。 无论怎样,王毅和秦刚级别相同,又存在上述的不同,足以形成相互牵制,让习近平成为二者发生利益冲破时的最终调解人。 中国与商界领袖召开紧急经济会议 彭博社 中国已与商界领袖和经济学家召开紧急会议,就振兴经济征求意见。 这些会议被描述为具有紧迫感。 政府官员最近几周至少举行了六次磋商,讨论刺激经济,恢复私营部门信心和重振房地产业的想法。 商界领袖和经济学家呼吁对政策进行紧急修订,并采取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增长方式。 人们对任何刺激措施的时机和形势表示担忧。 中国政府正在考虑一系列广泛的刺激措施,包括支持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市场。 官员们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面临的关键时期,并显示出寻找解决方案的新动力。 这些会议没有随附官方宣读,表明会议更具临时性。 政府正在考虑刺激方案,预计央行将降息。 商界领袖报告说,监管机构要求提供数据和召开会议讨论经济的要求有所增加。 即将于7月举行的政治局会议预计将进行潜在的结构性改革,以解决商业信心疲弱的问题。 德国将公布首个国家安全战略。 路透社,德国将公布其首个国家安全战略,旨在全面概述该国的外交政策,并确保划部委采取一致的安全措施。 该战略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变得紧迫,这暴露了德国军队的糟糕状况以及该国过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 该战略还有望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不过单独的中国战略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发布。 总理奥拉夫·舒尔茨已承诺将国防开支从目前的约1.5%增加到经济产出的2%以上。 该战略是数月磋商的结果,但由于政党和部委之间的争执而被推迟。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想法最终被放弃,因为它会破坏各部委和总理府之间的权力平衡。 中国研究将大脑活动转化为普通话,打破语言障碍。 南华早报 中国研究人员声称已经开发出一种读心机,可以将人类的思想转化为普通话。 由华山医院吴静松领导的团队增强了观察神经活动的算法,可以根据大脑活动解码和表达普通话。 这一进步可以帮助恢复使用声调语言的沟通障碍患者的语言能力。 研究人员使用侵入性技术记录神经活动,并专注于语言与相关的特定大脑区域。 结果令人印象深刻,优于传统技术,并且有可能扩展到其他声调语言。 布林肯在计划访问前与中国同行会谈,德国之声。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周三通了电话,因为布林肯准备周日访问中国。 此访旨在缓和紧张局势,改善两国关系。 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台湾问题,中国宣称对这个自治岛屿拥有主权,并且不排除使用武力。 请警告说,中美关系今年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并敦促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布林肯强调了开放式沟通对于防止冲突的重要性。 中国比亚迪在电动汽车市场超越特斯拉。 华盛顿邮报 中国电动汽车EV巨头比亚迪已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最畅销的电动汽车品牌。 比亚迪最近推出了SEEGO,这是一款紧凑型电池驱动先辈车,售价刚刚超过11000美元,因其价格实惠而受到称赞。 该公司瞄准了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包括泰国和印度,其汽车现在是泰国、以色列、新西兰和新加坡等国家地区最畅销的电动汽车。 比亚迪还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帮助。 十多年来,中国政府为该公司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作为减少中国对化石燃料和外国汽车制造商依赖的努力的一部分,中国政府一直大力支持电动汽车行业。 分析人士预测,海鸥将给全球市场带来残酷的竞争,比亚迪将很快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国家与特斯拉展开竞争。 如何重组中国供应链? 日本时报,本文讨论了支持新市场、行业和机构发展的融资需求,以及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基金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的潜在作用。 他指出,更严格的金融监管和低利率使主流金融机构更加谨慎,导致债务水平和市场集中度上升。 近年来,包括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在内的私募市场发展迅速,2022年6月私募市场管理的资产总额达到11.7万亿美元。 但私募市场在全球金融资产总额中所占比例仍然很小。 文章强调了中国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市场的欠发达性质及其扩大和支持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潜力。 中国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基金已经处理了越来越多的并购交易,但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对该行业的外国投资有所下降。 文章总结说,中国政府已经表明它可以支持私募基金的发展,这些基金可以在重构中国产业和供应链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造船厂堵塞,在南海受损的美国潜艇要到2026年才能返回。 彭博社,美国海军宣布,19个月前在南海撞上一座水下山峰的康涅迪格号潜艇最早要到2026年初才能恢复服役。 面对不断壮大的中国舰队,这进一步增加了海军维修检修工作的积压。 康涅迪格号的船首和下舵的维修费用估计为8000万美元,突出了海军四个造船厂的维护问题。 中国外交部长在布林肯访问之前猛烈抨击美国。 日本时报。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在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通电话时敦促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近几个月来,两国之间因从半导体出口到台湾等一系列问题的紧张局势加剧,发出了这一呼吁。 华盛顿表示希望通过谈判来处理两国关系,包括布林肯计划访问北京。 然而,秦似乎将两国关系恶化归咎于美国,称中国一直以尊重与和平共处的方式处理两国关系。 韩国国会议员希望在首尔寻求峰会之际罢免中国特使。 彭博社 韩国正寻求在今年恢复与中国和日本的三边峰会,尽管最近出现外交分歧并要求驱逐北京的特使。 韩国国家安全保障顾问表示,韩国希望与中国发展健康的关系,恢复韩中日协商机制。 这三个国家一直存在分歧,首尔和东京支持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高科技设备并寻求供应链多元化的政策。 虽然一些国会议员呼吁驱逐中国特使,但韩国总统不太可能采取如此激烈的步骤,因为这会疏远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和说服朝鲜的关键角色。 随着基辅的反攻升温,华盛顿平住呼吸,华盛顿邮报。 随着乌克兰对俄罗斯军队发起反攻,美国及其盟友希望迅速夺回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领土。 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警告说,虽然每个人都希望取得压倒性的成功,但他们对形势也有现实的看法。 拜登政府需要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以证明在总统进入明年的连任竞选之际,谨慎使用美国的海外军事力量。 亚马逊将中国电子商务应用程序TNU排除在竞争性价格检查之外。 南华早报 亚马逊已将新竞争对手TNU从其价格搜索算法中排除,该算法检查其平台上销售的产品是否与竞争对手具有竞争力,称该网站不符合其标准。 这意味着TNU上的一些低价普通商品可能会超过亚马逊市场卖家提供的价格。 亚马逊对于他认为细域不佳的竞争对手打价格战持谨慎态度。 该公司表示,其资格标准确保其不会将价格与来自可疑市场的商品,包括可能是假冒的产品进行比较或匹配。 房地产市场疲软面临退市的中国开发商名单电厂。 南华早报 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疲软,杨光城集团和圣地置地这两家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将从境内证券交易所退市。 退市反映了对房地产行业缺乏信心,行业停滞不前和一些开发商面临的流动性紧缩加剧了投资者对这些公司的生存能力和增长的担忧。 泰国举办大型中国商业大会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日经亚洲,泰国将于6月24日至26日举办世界华商大会WCEC,以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尤其是在电动汽车、EV等领域。 去年,中国成为泰国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来源国,两国贸易额达1060亿美元。 泰中商会预计将有超过4000名中国商人参加此次活动,届时将举行讨论、展览和贸易谈判。 预计巴育总理也将出席。 巴克兰银行预计到2024年初中国每季度都会降息。 彭博社 巴克兰银行预测,中国央行将在明年加快实施货币宽松措施,并多次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 该行预计,从2023年第三季度到2024年第一季度,政策利率每季度下调10个基点。 巴克兰银行还预测,中国人民银行将把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25个基点今年第三季度和明年前三个月各一次。 该银行的经济学家还预计,在未来9个月内,现有和新住房贷款的抵押贷款利率将降低60至80个基点。 巴克兰表示,由于中央政府的保守预算和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恶化,实施重大财政刺激的空间有限。 盟友施压拜登加快乌克兰加入北约。 纽约时报 拜登总统面临来自北约盟国的压力,要求其支持乌克兰更快、更确定地加入成员国。 许多盟友,尤其是那些与俄罗斯接壤的盟友,希望向乌克兰提供强有力的入盟政治承诺,一些盟友需要获得正式入盟的时间表和具体目标。 然而,拜登对让北约与莫斯科直接交战持谨慎态度,并热衷于维持现状,即乌克兰最终会加入但没有确定时间表的含糊承诺。 尽管如此,北约内部的辩论正在迫使拜登改变立场。 希望一旦乌克兰成为正式成员,俄罗斯就不敢试图推翻基辅政府,因为对一个北约国家的攻击被认为是对所有国家的攻击。 然而,只有德国完全站在拜登一边,一些盟友对乌克兰是否准备加入以及直接卷入与俄罗斯冲突的风险表示怀疑。 立即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途径问题将成为拜登与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会晤的核心。 北京使用其更加军事化的海岸警卫队。 日本时报。 中国迅速打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海警舰队,比传统海警部队更具军事化和侵略性。 这些涂成白色并标有中国海警字样的船只配备了76毫米大炮,并有能力增加反舰导弹。 中国海警打破了海警的传统职责,后者主要侧重于打击走私者和搜救任务。 相反,中国海警已成为领土争端的关键参与者,并在该地区引发军备竞赛,其他国家争先恐后的部署更大,更全副武装的巡逻艇。 台湾周围的水域是一个潜在的战场,因为中国声称这个自治岛屿是自己的。 最近发生的事件,例如中国海警船在台湾附近拥挤并威胁要拦截和搜查台湾船只,引发了人们对大国之间可能发生更广泛冲突甚至战争的担忧。 中国海警也曾卷入与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的对抗中。 中国海警的崛起和该地区不断变化的动态导致其他国家、海警船队的规模和能力有所提高。 日本、越南和韩国都宣布了升级和扩充其海岸警卫队的计划,美国和澳大利亚也增加了在该地区的存在。 海岸警卫队和海军之间界限的模糊引发了对使用轻型武装船只维护主权的有效性以及海上冲突升级的可能性的质疑。 腾讯、小鹏因中国降息,美联储暂停押注领长港股。 南华早报 香港股市周二上涨,因市场猜测中国人民银行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向西已支持其经济复苏,而美国通胀放缓,促使交易员押注美国将暂停加息。 房地产开发商和汽车制造商帮助推动收益。 恒生指数上涨0.4%至19521.42%,而上证综合指数上涨0.3%。 尽管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正在上升,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央行将大幅削减借贷成本。 美联储本周也将暂停加息的赌注增加了。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3w.6dubrief.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好,感谢大家来到今天的华尔街论坛节目现场,今天跟我一起主持的是新峰以及和平先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消息呢,在早些时候的中国简报中啊,我们为大家播送了一系列重要消息,其中有一条我们今天为详细讨论就是据彭博士的突发报道啊,那么北京近期啊是与中国的商界高层一连召开了六次内部会, 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现在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办 那么根据来自彭博社的披露啊,这一次会议的气氛是异常紧张,异常急迫 中国经济问题除了我们之前为大家说的房地产方面的一揽子就事方案到底什么时候出台 可能的降息降准到底什么时候落地以及长期的就业问题怎样解决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举措 而中国商界又表现出对于中国领导层和角色层的哪一些不满或者是哪一些期许呢 今天节目中我们会详细为您介绍 当然了今天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外交方面的一条消息 中国外长秦刚啊与这个布林肯进行了电话 那么此前呢我们已经引述来自美联社的独家报道 为大家提前播报啊 布林肯会在本周日前往北京 那么今天呢有更详细的消息出台 预计是十八日到十九日 也就是这一周日与下周一两日赴北京 而与此同时呢 布林肯长达六天的旅程 还将涉及访英之行 秦刚与布林肯的电话里到底说了什么 表达了怎样的信息 等下我们也会为您详细介绍 当然了在今天的中国简报独家分析中 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专业人士 对于中国相继两人外长王毅以及秦刚一同的比较 秦刚个人资历到底是怎样的 他与王毅在这个做事的方式 外交的资历方面有怎样的不同呢 这些您都可以在今天的中国简报中找到答案 话不多说 我们首先啊来为大家看今天跟美国有关的几条消息 昨天呢 我们特别注意到美国财长在国会一次听证会上表达了一个观点 说美国如果试图与中国脱钩 这将是一个错误 将是灾难性的 并且呼吁世界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要加深经济联系 那么耶伦的这一番话 可以说现在与这个白宫或者是华府一些主流的对华论调 是有一些距离的 那么之前不管是脱钩也好 还是后来的去风险也好 主要强调的是怎样与中国保持安全距离 但是耶伦直言与中国脱钩将是灾难性的 到底怎样理解 我也特别注意到在华盛顿的中国问题观察者 他在个人推特上面写道啊 说实际上呢 这个中国方面一直是不希望布林肯访华 中国方面比较希望看到的是雷蒙多或者是耶伦 但是呢美国方面坚持认为必须布林肯访华结束之后 耶伦或者是雷蒙多这样更多的经贸类的官员才可以成行 因此这一点也提前向大家进行介绍 我们再说耶伦周二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上的听证 那么耶伦呢现在啊他此前表达出了访华的意愿 在周二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这个听证的本身是跟中国没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他强调美国和中国都从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中获益 如果试图与中国脱钩对于我们而言应该是灾难性的 耶伦同时说说我不认为扼杀中国人民的经济发展 符合我们的利益 中国成功让数亿人摆脱贫困 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赞扬的事情 这个表态引起了外界的注意 当然在同场听众中 耶伦也表示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美国政府需要限制美国私募股权公司投资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公司 同时他也披露财政部正在考虑对中国实施额外的制裁 主要是因为新疆维吾尔人在人权上受到的侵蚀等问题 那么在这次听证会上涉及到中国的议题 耶伦同时还提到了国际债务的问题 那么美国最近一直在向中国斥加压力 要求减免包括赞比亚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债务 那么耶伦表示近期出现了迹象 表示中国希望合作帮助贫困国家避免违约 但是现在做的还远远不够 他同时表示世界上最脆弱的经济体 需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这一些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 当靠来自中国的贷款是不够的 耶伦特别强调这一些机构应该反映我们美国的价值观 而同时如果贫困国家从这一些国际机构中得到援助 也可以作为砝码来制衡来自中国等其他国家的不透明不可持续的贷款 有关于耶伦的这一份评价 何明先生怎么看 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实际上最强大的国家当然有它的国家的利益 当然有它的国家的价值 当然有它国家的安全 这都没有问题 那么但是呢 美国在过去一段时间 确确实实出现了很强烈的一种声音 就是要控制中国的这种发展 因为中国的发展挑战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挑战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对美国的价值也是一种挑战 从这个意义来讲 美国作出相应的回应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美国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同时也是一个世界安全体系的一个维护者 也是世界的一个秩序的维护者 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 今天的国际的秩序是由美国主导建立而且是维护的 那么这个国际的秩序就是全世界要走向一个越来越开放的 越来越合作的 越来越互相帮助的这么一个体系 这个体系让二战以来 人类越来越经过了一个冷战之后 人类越来越走向一种繁荣 一种富裕 你很难想象在几十年以前 中国人还生活在饥饿之中 而在今天的中国极端的贫困已经得到了解决 从这种情况虽然中国还没有远远的社会保障体系 跟西方相似很远 但是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是应该得到一种赞赏和鼓励的 而不仅仅是一种打击 现在的西方 欧洲和美国 就是出现了一些要全面打击中国的发展 那有些东西你出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考虑是没有问题 但是整体来讲 要实行所谓的托高 甚至出现所谓的出风险 实际上是隔血全球的美国 西方 这些人主导 贪到的这么一个国际秩序 其实是积极危险的 一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 已经让疫情之后的经济的恢复出现很艰难的一种状况 而且呢 继续在这种痛苦 还到现在为止还在蔓延之中没有得到这个解决 那么如果再加上一个激烈的中美之间的对抗了世界的秩序 就会极极混乱 西方有西方的问题 全球南方有南方的问题 中国的问题也陷入到一个很痛苦的一个阶段 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 如果加上一些根本不应该存在的地面政治的因素 不应该存在的一些政治的口号 那么呢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美国的财政部长能够发出这样一个理性的声音 对现在的不必要的那种激烈对抗的中美关系 其实是提供了一个理性的一个通道 而布林肯国务卿去访问 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声音的一个具体化 好 谢谢何明先生的介绍 但是我也特别注意到 秦刚外长与布林肯国务卿在电话中说了这样一番话 双方关系的责任在谁方是很明确的 言外之意就是美国应该为中美关系的恶化负责 秦刚外长说的对不对 当然不对 中美关系的这个出现的问题 中国要重量的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中国这些人强烈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表述 使大家非常的担忧 中国对人权方面的打击的无所顾忌 中国对外上的傲慢 甚至不要说对外上就是对海外的华人 回到中国那种恶劣的姿态 那么是很多人感觉到中国好像突然发了财 就开始变脸 开始向这个世界的持续形成某一种挑战 那么西方的记者在中国得不到正常的采访报道 让西方现在对中国的报道越来越稀少 那么这样一种对抗的关系 中国当然是有责任 怎么会没有责任呢 但是中国提出了一点就是说 现在试图是跟美国方面讲 我们要建立一个红区 一个近区 在这个近区之下 你不进来 其他事情我们要好谈 但是对于美国来讲 他有他历史的原因 他有他价值的原因 他也有趋安心的平衡原因 他完全无事于台湾 任意让你中国大陆去欺负台湾 就像现在糟蹋这个香港一样的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这个里面有一个度的问题 美国是不是要去刺激中国 美国是不是无事于中国的某些进步 美国是不是抓住中国的人权问题 是不是那么真切 或者是真实 还是有没有可大化 这个事情都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你中国首先是应该增加透明度 你应该进行说明 比如说联合国的人权军援 那么去中国新疆去访问的时候 指引中国对联合国的官员 你都是这么一个傲慢 这么一个敌得的姿态 那你还有谁可以到新疆去调查呢 但是如果西方不了解一个正确的新疆的话 那么你的解释有谁人相信呢 中国的媒体难道值得相信吗 中国的官方的说法难道值得相信吗 所以有些问题是中国政府自己造成的 而不仅仅是西方的误解 西方当然有西方的问题 这没有问题的 对吧 西方的媒体自己也有批评 西方的这个智库也有很多的检讨 西方的政客也有不同的声音 而中国不同 中国只有一个声音 只有一个领导 只有一个党 所以这样一种状况不能改变的话 你要改变西方对中国的整体的看法 其实是并不淫逆的 好 谢谢和民先生介绍 有关于外交的话题 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具体布林肯到北京去会见到谁 会透露出怎样的信息 请大家继续关注今日华尔街 以及华尔街电视 我们在第一时间会为大家进行播报 再来 MING PAO CANAD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